弟兄姊妹 早晨 真是很开心 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回来一齐福祉 在家里 荧光幕前面的弟兄姊妹 和你们家人一起敬拜主 我们一起敬拜主是非常好的事 所以先跟他们打招呼 嗨 这里 祝福你 耶稣爱你 我觉得今早做真的很特别 因为当我敬拜的时候 我感受到神的灵力很大的同在 特别是圣灵 我觉得祂带着一种 不只是说 祂在这里 祂很想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就是祂很爱你 第二 祂很关心你 第三 祂要满足你的需要 阿们 所以这一刻我很想 圣灵感动 我就为大家祈祷 祈祷有些身体不舒服的 今天要领受一个医治的恩告 第二 你可能因着这段时间 疫情 环境 或者可能你住在那些 那些确诊者的邻居附近 那些害怕出入都会受感染等等 这些 无论是什么问题都好 我觉得在耶稣里面 永远都有答案 永远都有出路 有帮助 阿们 所以这一刻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起床 一起起床 如果你的身体不舒服的 你的手就按住你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有些人说 我全身都不舒服 那怎么办 总之你觉得哪里最不舒服 你就按住那里 我觉得主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告诉我们 祂与我们同在 祂要满足我们 祂要很关心我们 所以你放胆地向祂求 凭信心 打开你的心 接受神借着圣灵 在你里面去作医治的工作 释放的工作 安慰的工作 好吗? 好 预备好了吗? 我们祈祷 主下多谢你 这刻我们欢迎你 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说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字聚集 你就在我们中间 今早上这个早上 我们欢迎你的同在 做一次在我们这里 亦都和我们的弟兄姊妹 他们在家里面看着直播的 你都与他们同在 我又奉耶稣的名字 我知道主圣灵 你是那位安慰士 保慰士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主这刻我邀请你来 进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 他们有不同的需要 身体的医治 心灵的需要医治 这刻我奉耶稣的名字 我释放 释放主的医治 临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里面 无论是身体上的 心灵里面的 这刻我奉耶稣的名字 要经历医治 送 奉耶稣的名字 所有押制住弟兄姊妹的生命 要断开那些锁链 我奉耶稣的名字 那些疼痛要离开 那些疾病的灵要离开 那些押制住的灵要离开 主啊 多谢你 因为你说你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我奉耶稣的名字 就宣告在圣灵里面的自由 进入去每一个在在场的 和家里的弟兄姊妹里面 多谢赞美你 主啊 多谢你 让我们的生命躺开给你 再一次来重整我们 多谢主 又借着你的话语 兼顾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永不动摇 我们赞美你 荣耀归回给你 奉主耶稣的名字祈祷 阿们 给掌声归回给我们的神 阿们 好 请坐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不经不觉我们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政府有呼吁 很多的 都呼吁不要太多人的聚集 所以我们就唯有用一个 网上的直播 我们就好像访校这个 教育署的呼吁 停课不停学 我们就停聚不停会 所以很多家序小组 虽然没有聚会 但是他们仍然都可以透过 Zoom 可以在不同的时段 没有地域 没有环境的限制 仍然继续 不可停止聚会 按着圣经的吩咐 甚至我听过有些家序小组 有些姐妹 年长的老友记 七八十岁 竟然因为这次疫情之后 她不敢出街 又回不了教会 很想念教会 但一知道 原来用手机可以看到 可以见面 跟整个人在一起 于是她只需要学 怎样用 结果七八十岁的姐妹 都可以一起聚会 是不是 好吗 很感恩 所以原来有时 困难来到 反而是让我们经历神 困难来到 叫我们什么 不是退缩 不是被绑住 是我们要突破 要继续向前 Amen 魔鬼用很多方法 拦阻我们 但是我们的神是什么 是无限的 没有什么可以 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着 Amen 所以今天你和我 能够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目的就是什么 停聚不停回 就是和弟兄姐妹 继续有这种连结 兼顾我们的信心 因为这些环境 是会叫人 会信心 会胆怯的 但是圣经说 在患难的日子 你胆怯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微小 但是不要看你少少的力量 只要你信靠神的时候 这个少少的力量 将会化成什么 很坚强的力量 Amen 你会经历主的 所以我看到 我鼓励大家鼎姊妹 特别是 这段时间 停了聚会的那些 家序少做 继续 透过用zoom 什么方法都好 大家紧密的 多些的聚会 Amen 不要停了 因为一停了的时候 就中了魔鬼的诡计 就叫我停久一点的时候 慢慢我们的心 就软弱了 我们的灵 都会沉了 但是 感谢主 神是喜乐的灵 Amen 祂的灵在哪里 我们呼求祂的时候 祂就与我们同在 祂的灵在那里 那里就有自由 Amen 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 我们作过荣耀的教会 启示六七教会 吴经五角 去到第六个教会 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五个教会 那我们先看看第一章 PowerPoint 其实呢 当我预备这个的时候 就想起 这七个教会 耶稣亲自写这几封信给他们 就好像除了颁布成绩表之外 就好像现在的疫情 做了一些测试 那些测试 究竟它是阳性 还是阴性 有没有中到这些病毒 大家记得 第一个以忽所教会 一测试结果就是怎么样 是阳性还是阴性 是阳性 因为它是什么 失去了起初的爱 是吧 但是神说 有药医的 你回复就行了 去回起点 是吧 第二个 是梅拿教会 阳性还是阴性 是它的测试结果 阴性是吧 因为它没有中毒 是很艰难的环境 受迫迫的环境 患难的环境 仍然是什么 致死中心 一起说致死中心 第三个教会 别加摩 的教会 很可惜 这个教会 是很强的教会 是吧 很有丰富资源 但是可惜就是什么 被世俗化了 世俗污染了 所以它的测试结果 都是什么 都是阳性 中了毒 有没有药医 有 在神里面 没什么是没可能的 对不对 第四个教会 推瓦推拿教会 它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教会 一个很强的教会 一个很支援很丰富的教会 很可惜 它在属灵里面妥协了 结果就是什么 神说这个测试结果出来 又是属于阳性 去到第五个教会 这个更糟 撒迪教会 上个星期 Wing King说了 要悔改 因为有名无实 名字很好听 或者教会很大 但原来没有影响力 原来只有名字 这才不错 但有没有药医 有 原来也有药医 今天我们的肺炎病毒 暂时还没有药医 但原来耶稣里面 属灵是有药医的 最后第六个教会 和第七个教会 还未揭中 今天就揭中第六个教会 你发觉这七个教会 你读完之后 就发觉七个里面 有五个都是中了毒 是吧 就好像一个比例 就是五比二 原来一个群体里面 大概也是 有些基督徒 就这样计过 在教会里面 都是五比二的比例 就是基督徒中了毒 所以我们要留心 所以跟隔壁人说 你要留心 好了 特别说到 启示录 其实我们应该用一个熟灵的角度去看 因为如果从一个熟世的角度去看 很多东西是不明白的 又或者很局限的 同不同意 但如果从一个熟灵的角度去看 就不同了 今天整个启示录 我特别说这七个教会的时候 他说到一件事 就是什么 神是从天上颁布这七封的书信 给这七个教会 同样今天给我们 地上每一间教会 你和我包括 阿们 所以 是要从天上看来地上 行不行 从一个这样的角度看 第二 要从永恒 看回现在 因为耶稣在启示录里 不断提过 我必快来 对不对 就是他从永恒 回来 回来 回来做什么 就是拯救我们 回来做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 他的时候到了 是从永恒 去回现在 所以今天 启示录一定要从这个角度看 这个很帮助我们 特别是教会 如何看现在 如何看我们的每一个 个人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是怎么过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不懂得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 看完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因为你还在地上看 你还从个人自己看 你从今天自己看 今天你的环境 你的处境 你的光景 但如果你从神的角度 从天上看下来 从永恒看回今天的时候 你就明白 这七封书信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好了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的圣经 就是讲到今天的主角 菲拉铁非的教会 好 看事录第三章 七到十三节 找到我们一起读 预备 起 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 说 那圣结 真实 拿着大位的药士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 躺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方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始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处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命 和我神成的命 这成就是从天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令我的生命都写在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 凡有意的就应当停 你发觉 其实《非拉铁非》这封的书信 和以往那些都差不多 这样的格式 第一 神就说他是谁 第二 就是他知道这间教会 他的行为 所作所为 第三 最后就是 他有些提醒 有些责备 又或者有些鼓励 有些应许 最后就是什么 德性的 就是怎样 很似的 每一封信都是这样说的 所以其实 你看下去 如果你刚才我分享的 你从天上看下来 你从永恒看回今天 你就会明白 这封信是什么意思 好了 不如我们当了解一个教会 或者一个地方的时候 了解他 先要先认识一下他的背景 是很重要的 帮我们更加明白 一会儿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好吗 菲拉铁菲教会 地理位置 那些幅图可能小一点 都可以看到的 是圈子 那里 他就是在 薩迪教会 薩迪这个地方 东南边 二十多公里 在一个高原一个地方 虽然 菲拉铁菲这个地方 不是很大的 但是它是一个 比较新的城市 而且它一个位置 原来是通往东方的大门 一个好像一个闸口 没有这样的 所以突然 你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有说什么 门开了 有没有人能够关 其实就是这一样 菲拉铁菲这个名字 就叫菲拉铁菲 就是美国有一个 叫费城的地方 熟悉美国的地方 就是用这个名字 就是参考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 兄弟相爱 比较相爱的关系 原来是 建造这个城的皇帝 是改这个名字 可以吗 而这个建造的目的 其实是想借着这个地方 扩展当时 那个希腊 和罗马的文化 希望能够 去影响外边 第三样东西 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地方 是很近 因为它很近 这个火山地带 经常都会有什么 有熔岩 爆火山爆发 以及地震 但是这个地震的熔岩 出来就会令到那些土地很肥沃 非常之适合种一些葡萄 而所以当地最出名就是什么 就是做酒 就是祭酒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城市的特色就是什么 第一 它的地理环境 是东西交汇的一个重要地方 所以它们很繁荣 很发达 很富裕 还有很多机会 很多机会 因为经商 来往 他们也拥有了罗马和希腊的文化 所以他们以此为他们的骄傲 透过这个城市 刚才说 好像一个集口一样 将他们这些文化 扩展到东方 特别是东方那边 而这个地方很富庶 充满了机会 但却是重情的享乐 因为这个城市最出名就是什么 是酒 葡萄酒 所以他们供奉的神 都是和酒有关的 是酒神 是吧 醉酒之神 是吧 夜夜生歌 今早有酒 就今早醉 是吧 但很可惜 另一方面刚才说过 它是一个近火山 和地震大的地方 是吧 整个城市 曾经试过 火山爆发 或者地震的时候 整个城市曾经试过摧毁过 后期又回復 是吧 所以一方面夜夜生歌 充满了机会 但另一方面 在那里住的人 是怎样 没有安全感 他不知道火山 什么时候爆发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地震 所以他就怎样 算了 有酒今早 有酒醉就算了 就不会想那么长远 但有机会来 他就会惹着 这个就是城市的特色 所以非拉铁非教会 在这个地方 你想一下 他的环境 是怎样的 在一个很小的教会 圣经讲 为什么知道他很小 刚才他提到 略有一点力量 什么叫略有一点力量 俗语所谓 一点点 没什么就是一点点 什么叫一点点 就是很少 很平凡 很普通 很弱少 如果人看来 而且他当时的背景 这一帮信徒 是受犹太人的仇视 和迫迫的 稍后会再说多些 如果在一间这样的教会里面 一间弱小的教会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存在的教会 究竟他有什么作为 究竟为什么神会 在整个书信里面 竟然没有责备这个教会 是吧 其他教会也有骂 是吧 但是唯独 除了士姆拿教会之外 唯独是 比拉尼比教会 没有骂 没有责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下去 好吗 首先我们看一下 主的自称 在这封书信里面 他说了三样东西 第一他说什么 是圣结的 是吧 我们的神是圣结的 阿们 圣结不单单 现在只是说道德的标准 是说整个神的价值观 圣经的价值观 是什么 是和这个世界分辨出来的 所以今天你和我 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我们应该是和这个世界 分辨出来的 是吧 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在罗马书里说 不要效法自己的世界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们要和这个世界分辨出来 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活在这个世上 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属于神的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身份上 要懂得分辨出来 我们是圣结的 Amen 可不可以说 我是圣结的 我是属神的 Amen 第二 耶稣在这里说 他的身份是什么 是真实的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真实 就是真实 是存在的 是值得信赖的 值得托付的 人会虚假 会虚荒 会失信 会欺诈 但只有在神里面 他有真诚 他有爱 Amen 永恒不变的爱 Amen 所以整句俗语说 是什么 真的 假不了 所以他为什么说 真实就是这里 想强调回 他是一个什么的神 耶稣他是一个什么的神 是一个真实 是一个诚信的 圣结的神 第三 他说拿着大位的约事 这里就是说什么 是说拿着锁匙 拿着锁匙 就是有权柄 是吧 其实这段圣经有一个背景 有一个故事 在二塞亚书那里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读出来了 他就说到 其实神本来 选了一个人叫做 社伯拿 就是 帮忙看着那个库房 就是管钱的 谁知道这个人就不忠心 是吧 神就生气 后期 就什么 就废弃了他 就选了一个叫做 以利亚境的女 就代替了这个人 还说呢 强调一样的 还说呢 他就把大位家的约事 放在他肩头上面 他开的 就没有人能够关 他翻了 就没有人能够开 就是说什么 神有绝对的主权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想 我们信了耶稣 一定是什么 没有问题的 不是 如果我们不忠心的时候 神就会找个另一个人做的 如果我们不忠心的时候 我们不是真的 全心去服侍神的时候 神看到我们的内心 人看不到而已 神看到的 阿们 我们要忠心去服侍主 但这个赛巴拿就是失职 结果神就另立以利亚境 去管理这个国父 这代表着 神是有管理角度的 那种绝对的主权 我们要清楚这点 好吗 去到第二件事 就是说到 主在这封信里面 如何赚这个 非拉铁非教会 第一件事就是说 他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刚才不是提过的 略有一点力量 就是很平凡的 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只有一点 很微小的 但是神为什么会赚他这件事 待会我们会再看 但是 你会不会觉得 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也会 我很普通而已 我人生也很平凡 我学历又不高 收入又不多 又说话又没有人那么聪明 又没有什么成就 什么才干 我们都会什么 自卑 如果你想想 非拉铁非教会的信徒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在那个环境里面 我们这么弱势 是一个弱势的社群 但是 神赞他们 为什么 神赞他们 为什么 非拉铁非是一间这样的教会 为什么神会赞他们 因为原来他们有三样的 属灵的质素 一起说 属灵质素 第一件事 在第十一节 他说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原来人看来平凡 普通很软弱 但在神的眼中 其实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人 都是这么宝贵的 所以神预备了 每一个人都有冠冕的 阿们 你可不可以说 我有冠冕的 人的冠冕是什么 可能你老板赞一下 你是不是有冠冕 是吧 帮你贴金 可能你做得好 人家赞你 升你职加你身 你就有冠冕 是吧 可能你做的成就 有学位 有赚到钱 是吧 我很多人都拿手 这些是觉得人的冠冕 但这些 你知不知道 带不到上天堂的 你知不知道 带不到上天堂的 你上到天堂的时候 有一天 耶稣会不会问你 明哥 明哥 你有多少个学位 你赚过多少钱 耶稣会不会问这些问题 你会不会问你 你美不美女 这些是人的冠冕 人和神不同 神的冠冕是什么 神的冠冕 他眼看了 有没有属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那里说什么 加拉太书那里说 圣灵的果子 如果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 我们的生命是必然的 你不要妨礙就行了 自然你的生命里面 你信靠神 你跟着神走 遵行祂的道的时候 你生命就自然 就会结出这些果子 一个健康的 属灵的生命 就会有这些果子 有人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是不是 当你上到天堂的时候 耶稣说 我赞你 阿翁翁 我看到你 对弟兄姊妹那种爱心 是不是 我看到你服侍很忍耐 我看到你 全部都是跟这些有关 神体这些才是冠冕 不是跟人体那些一样 Amen 这个就是 所以 不要失去了这个冠冕 不过最惨的那些人 连自己有冠冕都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不要失去了这个冠冕 你要持守 所以他这里就是 就是说 耶稣就是赞非拉治非教会 看到你的生命 你们的生命就是什么 能够持守我给你的冠冕 这个不容易的 Amen 第二个属灵的质素是什么 忍耐 一起说忍耐 忍耐 忍耐是要付上代价的 Amen 特别是 你看看今天这个环境 整个世界疫情 经济下滑 受到很大的冲击 整个社会 都陷在一个很低沉的环境里面 的气氛里面 连我们的教会 弟兄姊妹都不会受幸免的 是不是 我们都一样活在这个社会上 都要面对这些事情 是不是 所以你有什么可以做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做 唯一可以做就是什么 忍耐 因为马来福音耶稣说了 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 这些是灾难的起头 唯有忍耐到底的 就必然得救 这个就是出路的答案 但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明白 忍不住了 可能很容易就爆火 很容易很冲动 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就是失去了冠冕 失去了忍耐 失去了持守 原来这个忍耐是可以经得起抗炎的 平信的日子 没事发生 没有疫症的时候 经济好好的时候 一个信和不信的人 有什么分别? 其实没有的 但什么时候分辨出来 就是这些日子 就是患难的日子 艰难的日子 迫白的日子 才能分辨到 阿们 千亿人看得出 哪些是真信徒 第三 第三个属灵质素是遵守 一起说遵守 遵守是什么 这里是说非拉治非教会 他面对各样的冲击底下 仍然坚持他的信仰 没有放弃 永不放弃 看不看到这几种属灵的气质 是多么宝贵 神的眼中看这些是宝贵 他的教会大不大 多不多人 神的眼中是看这些属灵的质素 相反你看看那些富裕的教会 被耶稣去窄避 以不所谓的教会 杀敌的教会 全部都被耶稣骂 因为神的标准和人的标准 是很不同 不只是看表面 当他们有这些属灵的质素的时候 就不同了 神说我有应许给你 应许是什么 第一 神说会打开这些门 就是机会 一起说机会 机会不是经常有的 是不是 当神打开了给你的时候 你就要什么 好好把握 阿们 今天你看不看到这是机会 这个疫症 这个困难 这个世代发生的东西 是机会来的 你只是被环境困住了 阿们 所以这里就是说 非拉提菲这个教会 其实所在的地方 就是充满了机会 刚才说的 是不是 但是只不过这个是人的机会 不是神的机会 但是圣经说 这里耶稣说什么 我打开这个门 没有人能够关 我关了这个门 没有人能够关 就是神给教会的机会 不是同这个世界 那种的机会 Amen 所以他鼓励 非拉提菲的教会信徒 他说 我已经为你打开了这门 神有些如果不是我们的门 他会关闭的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想起 阿赞那时候我们信了主 刚好多久 他仍然有份工作 后来我们有了小朋友 他就很想 在挣扎 臭小朋友 还是继续工作 工作做得很好 赚很多钱 接着他跟神说 神就呼召他 你全时间来服侍我 神就说不要 我赚多些钱 我奉献多些给你 神就说不是 我是要你的心 当他在挣扎的时候 他每一次上班 就发觉 很多门都好像关了 不开 很困难 每天上班 很痛苦 很难 以前不是这样的 当神没呼召他时 不是这样 很信的 但是当他说 神呼召他要服侍的时候 他说 挣扎 扭下计 想想先 怎料门都好像关了 不通 很艰难 工作很困难 以前不是这样的 于是他就服了下来 他说神啊 我信奉 但是他有一件事 他就跟神说了 他有一件事 我以前赚多钱 我赚多于我老公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整个家 我又快小朋友出世了 对不对 整个家庭 怎么办 他就跟神说 神啊 你祝福我丈夫 你祝福我丈夫 他赚钱 能够足够 养活一个家 那我就可以 专心的 去服侍你 去回应你的呼召 但是很奇妙 当你愿意做的时候 神就什么 神就祝福 二十八年 我们没有缺乏过 这个家庭 阿们 阿里雷 神的应许 是不会落空的 只要我们相信 我们跟着走 我们持守 我们忍耐 当时看不到的 是今天看回头 你就明白 有时候过了后 你才会明白 你要遵守神的话 你要信得过祂 祂的应许 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 非拉提菲的教会 就是什么 耶稣跟他说 我会为你打开这些门 第一是天国的门 他说 非拉提菲的教会的信徒 天国是你们的 虽然犹太人逼迫你们 不接纳你们 不让你们入会堂 但是 他们还说 这些非拉提菲的信徒 是没有份的 在神国里面没有份的 那些犹太人说他 但是 神亲自跟他说 天国的门 已经为你打开了 天国的门 已经为你打开了 没有人可以拦掉你进入去 因为我看到你宿灵的质素 我看到你的坚持 你的忍耐 你的遵守 Amen 第二 不单是天国的门 是福音的门 因为哥林多 前书十六章九节 保罗说 又宽又大 有功效的门 是为我打开 这个是什么 全福音 当保罗他立志 他是本来一个 逼迫基督徒 敌挡耶稣的人 但是在大马色路上 他被耶稣扭转了生命之后 他成为了为主颠狂的人 去到每一道 他就说 我只有一个使命而已 我就是为主全福音 Amen 所以他去到哪里就说 我要全福音 建立教会 全福音 建立教会 就是这样 但是他相信 去到一个信心大到 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就说 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是为他打开 他不是看到那些困难 他是看到神为他开了路 今天你知不知道 你看到神已经为我们开了路 神是预备了 容许了这些疫症 这些困难的环境 日子艰难的日子 来到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机会 你现在和人说福音 很容易的 最近这几个礼拜 我们当有帮人节目 去完印尼 回来就 我们要热心 要传福音 试一下街头报道 就去了几个礼拜 不单单 有些大人 年轻人 这两个礼拜都有落街 每一次他们出队 都有二三十人 是信主的 可不可以把荣耀桂给主 还有他们奇妙到 我们根本去到 不是说什么 是走过去 你信了耶稣没有 你听过耶稣没有 你信了耶稣没有 就这样带他们信耶稣 在短短一个小时里 就带了很多人信耶稣 我看到这个不是什么 不是人的工作 不是靠我们的口才 不是靠我们说些什么 是圣灵去感动 人去回应 承认耶稣是主 这些就是机会 这些就是神已经将这个 又宽大又功效的门打开了给我们 我们看不看到 还是我们看到 今天又没得聚会了 又没得加聚 又没得小组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扔回头想 神给了一个机会 我们要什么 要去的 如果不是 好像以往一样 慢慢慢慢就变成 不是行街的教会 是变成坐椅的教会 但是今天神就要什么 踢我们的屁股 出去 是不是 所以有一次 有个礼拜 我都出去的时候 我被鼓励 因为其实我都不是一个 这么惯常 传呼音 对着陌生人 但是那次就跟他们 特别是我们的弟兄 Hailey 她真的很火热 她就鼓励了人 她说了很久 以前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这一次 我就开始明白 原来神的心 是很想教会 要成为全福音的教会 Amen 教会 所以 比拉致飞的教会神就说 我给了很多福音的机会 不要小看你自己 他鼓励他们 要把握这个全福音的机会 弟兄姐妹 最敬拜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 全福音 Amen 要把握这个机会 不要被环境困住了 我们要被动 要变为主动 人们来不了教会 我们可以去 所以这两个礼拜 我们的讨告里面 我领受了 主下你让我们的教会 要出到外面 建立教会在社群 不是建立教会在中严 建立教会在社群 不是只是去了全福音 带他们去信主 现在太容易了 神已经做了 开了这些门 给了这些机会我们 但第二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 因为你会告诉别人 你想想 我传了福音 这位太太 这位太太 这位婆婆 这位先生 信了主 你回来教会 没有聚会 没有开放 是不是 等到什么时候 放到冷了 然后你再找他的时候 已经 不好意思了 没有空了 因为没有了 但是我今天 鼓励挑战他们 不是只是传了福音给他们 每个礼拜 可不可以在那里 定时 定日子 定了一个地方 在那里就有聚会 建立教会在社群 这个就是 神打开了门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 有一句说话 火是直着燃烧存在的 教会是直着 传福音存在的 教会是必须要传福音 你要肯出去 肯牺牲 付上这个代价 就好像蜡烛燃烧 他自己才有光 今天教会就要传福音 才什么 看到我们存在的价值 看到我们能够 完成神的心意 这个是机会 Amen 跟隔壁人说 这个是机会 所以接下来 一个好消息 告诉大家 你说我们不懂传福音 我不知道是什么 第一 你可以试试跟他们一起去 不是叫你自己去 第二 我们接下来 有一个 叫做Vision School 一个叫做 仪仗学校 就是其实 是完成大使命的 一个学校 是训练我们弟兄姊妹 可以怎么传福音 未必一定是需要 去到外地宣教 本地都可以传福音 你身边的同事都可以传福音 家人都可以传福音 但是你的心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志有没有这个预备好呢 所以这个课程是帮到我们的 看看课程 这个就是全弯敬拜会 实现大使命报道课程 哇 正啊 是神送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都不会教这些东西 坦白说 我们讲了很多 但是不会做这些东西 但是透过这个课程 我们希望能够 藉着很多的见证 很多的教导 分享 飘望我们里面 传福音的一种心志 这个很重要 行不行 所以我鼓励大家 预备好 还有啊 不用去到这么远 回来这里上课就可以了 四月中开始 连续八个礼拜 八个礼拜的星期二晚 有三个钟头你预备了 而且还精彩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 有些 到六月的时候 会有短孙的训练 和出队短孙的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一起参与 就算你说我参与不了 不要紧 但是你上完这个课程 上完这个课程 这八个礼拜 我深信 你一定有得着 阿们 你生命里面 一定有些改变了不同的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整个教会 就是要有这种心志 被装备起来 OK 好 大家 我们稍后 在家序小组的通讯 会发给大家 那么就尽快报名 和Jason报名 OK 好 第二 除了一个 除了一个门打开了 机会 第二 第二的应许是什么 免去是年 耶稣在这里说的 我必在普天下人 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 免去你的试炼 这个意思是否等于 他们不用受苦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完全没有灾难 没有苦 是意思是神没有忘记 非拉切非教会 第一 神没有忘记你 神没有忘记 全弯敬拜会 阿们 神说他应许就说 免去是年 就是说 这个世界很多灾难的时候 神会保守我们 就是和别人不同的 我们可以安然度过的 有患难有艰难也好 我们很平安 今早祈祷会的时候 阿希莲说 我都没有担心过 其实她是凭信心的 她去到做本地宣教士 她都放弃了一份高薪后职 做社工以前 但是就去了向本地的难民做宣教 她就凭信心的生活 就是这样去服事 她说我艰难这个环境来到 我都没有害怕过 因为神会预备供应 他说昨晚有人请他 又吃了一餐火鍋 好吃 吃得很饱 当然不是自在那餐 不过意思是说 原来神是有供应的 神是会保守的 阿们 因为耶稣在语恒福音里说 他说 世上会有苦难的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阿们 因为我们的耶稣 是得胜的耶稣 阿们 可不可以给掌声 阿们 所以我们要信耶稣 说 人家遇患难的时候 神会保守我们 今天这样 我们香港面对这个疫情 面对这个环境 神会保守我们 第三 主必快来 主必快来 这是应许 这是什么应许 主快来 就是他会带来 给他的儿女 有安慰 第一 第二 有拯救 可不可以一起说 安慰 拯救 安慰 拯救 还不重要 特别是在今天的日子 是不是 第二 他说 使逼迫他的信徒 会终于被 我们所传的福音 能够不服 就是说 你看 贝拉铁啡的教会 就是受尽犹太人的迫害 迫白的 不让他们进会堂 说天国没有他们的份 神国没有他们的份 他们是一个小数的 弱势的群体 但是神眼中 他说有一天 软弱的要变为刚强 阿们 今天你觉得自己很软弱 不要紧 只要像非爱铁啡 只有一点点的力量 但你 持守 坚忍 遵守 有些属灵气质的时候 这些应许都会临到你的 阿们 阿们 好了 应许之后就掌赏了 神的掌赏给非拉铁啡教会是什么 看《词录》第3章12节 他说 得圣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处子 他也必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皇我神成的名 这成就是我从天上 从我神 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生命 都写在他上面 原来在非拉铁啡教会 或者在那个年代 建的那些柱是很大的 作神殿中的柱是什么 压立不倒的 是吧 兼顾 很重要的 如果神说 非拉铁啡教会 是很重要的就是用柱子来比喻 那些柱子来比喻 而且将他的什么 以前特别是那个年代没有电话 没有电话 没有通讯 当一个人有功绩的时候 那个政府或者皇帝 就会把那个人的名字刻在那些庙 那些柱子来比喻 重要的地方在柱子上 让每一个人去到都能见到 所以柱子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代表性的 是他来表扬那些有功绩的人 今天非拉铁啡在神的眼中 他说什么 有功绩 因为他们持守 因为他们忍耐 因为他们遵守 因为他们俗连气质的时候 神看他们是什么 是不同的 他说什么 他说 好 你在我里面得着这个应许和掌赏 就是我要表扬你 虽然今天你看到 非拉铁啡在这个地方 已经没有了这间教会 你说 那神的应许就没有了 当然不是 神将他的名字 写在圣经里 二千年后的今天 仍然今天你和我 还在讲非拉铁啡教会 厉不厉害啊 神 你想想当时的皇帝 当时的有钱人 有名的人 一个都没有人记得 但是非拉铁啡教会 的名字永远都记录在圣经上面 阿们 你知不知道 你的名字永远都记在 天上的生命责上面 阿们 哈利雷亚 你要不要啊 我们就是要这种 神啊 你这个应许给我 我可以捉住这个 第二个应许 就是得享平安 因为刚才说过 非拉铁啡这个地方 是火山 和地震 对不对 那些人一有听到 哇地震了 火山来的时候 就怎么办 哇拼命 要跑出去城外面 逃难 但是神今天应许 他说 你不需要再走了 因为在我里面 你有平安 在我里面 你有安稳 你不需要再逃难 因为唯有在耶稣里面 才得到真正的平安 和安稳 阿们 第三 他得到新的名字 这个新的名字 代表什么呢 新的名字 就是新的关系 是可以分享 和神的那种荣耀 刚才说过 因为他确立了 耶稣确立了 非拉铁啡教会 是属于神的 他们已经活出了 神给他们的命定 和应许了 所以神说 我要写上 将他们的名字 得到这个生命 写上去 名字很重要 你记得 圣经里面说 亚伯拉罕 原本叫做亚伯兰 但是因为他的相信神 神就改了名字 叫做亚伯拉罕 是什么 万国的父 信心之父 就是这个意思 你记不记得 一个古学仔 亚伯 是不是 一出生就 呜 是不是 但是去到遇到 亚伯独口的时候 遇上了神 和他摔膠之后 摸一摸他大胎窝之后 他整个变了 然后神就跟他说 你从今以后 不再叫做亚伯 不是再呜了 你叫做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 是要成为列国的祝福 阿们 阿们 保罗 新约的保罗 他以前叫做什么 扫罗 是逼白基督徒的 逼白神的教会的 但他在大马色素上 预计了耶稣之后 改变之后 变成了什么 变成保罗 以前叫做扫罗 现在叫做保罗 他从此之后 他就为主去颠狂 原来一个名字 是很重要的 名字是改变整个人生 中国人经常说什么 不怕生坏名 最怕就是改坏名 名字是很熟灵的 真的很熟灵的 所以有一年 我鼓励有一个家序的弟兄姊妹 你们试试改一下名字 改一下熟灵的名字 如果你经常觉得自己 憂憂愁愁愁低沉的 麻烦你叫他自己 叫做喜乐 是不是 是不是 多一个名字 不要紧 这个名字是有意思 一个熟灵的名字 对你自己一个鼓励 一个提醒 今天 神也会有一个名字给你的 这个就代表我们的命定 和神的应许 所以今天 当我们在 启示录的七教会里面的时候 不单单学习 他里面 神讲什么 而是学习 不再不是单单看环境 而是从神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 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你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环境可能很混乱 很糟糕 很多问题 很多压力都好 但你仍然靠着喜乐 你仍然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知道你走着什么路 神在你前面带着你 Amen 所以耶稣对非拉铁非教会 一个总结 有六件事 第一 他是一个圣洁的教会 一起讲圣洁的教会 因为唯有教会 圣洁才能够给主使用 人非圣洁就不能 神所起源 神用得的 一定觉得他 跟他一样 一样的价值观 认同他的东西 第二 是一个领受使命的教会 一起讲领受使命 领受使命就是知道 神说了 我们就去回应 领受使命 好像我们顶之妹 去完宣教大会 回来 出队了 去吧 那就很多人去 是吧 鼓励 由一个小的数目 关键的小数 去影响多数的人 行不行 所以不要紧 开始的时候 人少不要紧 慢慢慢慢 就一个熟灵的感染 不是病毒感染 是熟灵的感染 以至到越来越多人 明白神的心的时候 去回应 领受一个使命 第三 是一个 委身负代价的教会 大家一起讲 委身负代价 耶稣的福音 已经交托了给教会 教会怎么回应呢 神是在找一些 愿意委身负代价的教会 第一 要向主自己委身 第二 要委身给他的教会 第三 要委身 在这个失落的世代 就是说 我们要明白 原来还有很多人 没听过福音 当今早我听到 欺年弟兄说 她今早又去了 荃湾公园 接触菲律宾姐姐 她说她们那些很艰难 跟她聊天 她都好像弹开 不敢跟你聊 初头 以为她很黑黑 她的面 而说开 她们的生活很凄凉 原来很多雇主 都对她们很刻薄 晚上要做到两点 又比不够 吃饭 还有这段时间 又没有口罩供应 等等 有这些情况 当然有些雇主很好的家庭 但的确仍然有这些遭遇 在我们中间 她说这些失落的一代 失落的世代 就是这些人 我们能不能够去为主 去得着这些人 Amen 这个就是委身 我听过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叫做 莫拉维帝兄会 就是在十五世纪 在英国的时候 就有一个若汉胡斯 这个人创立的 但最后他是被逼害 殉道而死的 但没有因为他的死 而停止了 他们的使命 这个教会人数不多 也不出名 但却是在历史上 是有很大的影响 稍后我会再说 去到十八世纪的时候 神在他们当中 就兴起了一个 又爱主 又肯委身的一个弟兄 叫做亲神多夫 他本来是一个有钱的贵族 后期有一次 他走过一个画廊 看到一幅画 这幅画就是耶稣钉十字架 他上面写了一句话 他说 我为你作了这些 就是钉十字架 你为我作了什么 我为你作了这些 你为我作了什么 他看完之后 他整个人震了 他知道是耶稣跟他说 他知道耶稣是为他钉十字架 那幅十字架 就是大家看到的 是头大惊激 被钉十字架 血流直流 画了这幅画 感动了这个弟兄 当堂流泪悔改 他就和神作了一个祈祷 他说 神啊 我的生命 我的时间 我的财产 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今天我要将我自己奉献给你 当他作了这个祈祷之后 从此他就加入了这个 莫拉维帝兄会 后来甚至没有影响了 后期很出名的 John Wesley 要向卫斯利一座宣教的运动 而这个教会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们愿意赴上代价 他们为了代讨 为了世界 为了所有的代讨 他们维持了一百年 每日二十四小时 在那个年代 维持了一百年 每日二十四小时 每一个小时 有一男一女 一个弟兄 一个姊妹 就轮流当直 祈祷 其中一百年 厉不厉害 但很少 他们不是要出名 他们觉得 这些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不值得去什么标榜 基督徒应该要付出的 甚至无理宣教的殉道 都是很自然的事 他们派那些宣教士 去到西印度群岛 那些荒谬的事 以前那个年代更加荒谬的时候 去多少呢 就是没有一半 很多宣教士在那里殉道 就死了 有些是病死 有些未必是被人杀了 但是可能健康 天气 很多生活习惯不计言的时候 都会在那里死了 有很多的殉道 但是当他们死了一个的时候 他们就继续猜派去 继续猜派去 他们当中 这个弟兄会有一个见证 就是一个妈妈 他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叫Thomas 被呼召了去宣教传福音 结果就死在宣教工场 回到这个警察会就很难过了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妈妈 但这个妈妈竟然说 我的儿子Thomas 因为传福音 他回了天家 但愿 神你猜我 呼召我第二个儿子 去到宣教 然后他第二个儿子 John 约翰 就是这样去了宣教 结果又在宣教工场里面 又不幸地死了 警察会听到 都不敢跟这个妈妈说 但是后来 这个妈妈知道的时候 他说 感谢神 愿意我的神 呼召我的儿子 威廉 继续去宣教 最后 这个威廉 都是好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死了在宣教工场里面 到了这个年老的妈妈 听到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 但愿我有千个儿子 可以奉献给神 去使用 这个见证感动了 很多人的生命 第四 VLTV是一个主同在的教会 有主同在 包无意外 有主同在的教会 就是主的权能在那里 Amen 主在那里掌管 所以不用怕 无论遇到迫爆 艰难危险 神都会包底 如果我们退缩 不敢去的时候 就我们自己包底 其实每一个选择 我们都有后果 不过后果是谁承担 如果我选择 是选择我自己走自己的路 后果我自负 但是我跟随主行的时候 后果是谁负 神会包底 明不明个分别 今天很多基督徒 就是过不了这一关 选择行自己的路 结果就是什么 后果自负 但是当一个人 一个信主的人 爱主的人 他跟随主 行主的路 选择行主的路 所有后果是神会包底 神会负责 Amen 第五 是一个广传福音 等候主再来的教会 飞拉铁飞 他们整个教会 是很爱主 渴慕主 期待主快来 所以他每天都在那里 警醒祷告 等候神 你叫我做什么 他就去做 做 今天我们都要成为一个 这样的教会 等候主来 但是又要什么 继续广传福音 完成神的心意 因为神 不愿一人沉沦 他很想多些人信主 Amen 最后 负拉铁飞教会 是一个中心的教会 一起讲中心 因为唯有 神体 人 不是看我们有多聪明 是看我们中不中心 Amen 看我们有没有 那几种熟灵的质素 记不记得那几种熟灵的质素 第一 持守 第二 忍来 第三 遵守 这三样 熟灵的气质 是很宝贵 在神的眼中 是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Amen 你和我 预备好了吗 我们要不要 荃湾敬拜会 都要成为一个 识意的教会 领受使命的教会 愿意委身附代价的教会 有神同在的教会 广传福音 等候主再来的教会 是成为一个 主说 你是我中心的教会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回应主 最后我想说 那四个字 Free Light TV的教会是什么 他们的测试结果 是 任性 接着四个字 把握机会 今天你和我 把握今天这个机会 是吧 你去回应神 不是回应我 你是回应神 Amen 你不是回应我 你是回应神 无论你 可能你不知道 在什么光景里面 哇 你为什么很烦 很困扰 有什么 不要理会那些问题 你先去到神的面前 你说 神我要回应你 Amen 神啊 你竟然跟我说了说话 我没有这几样的质素 我没有持守 我没有忍耐 我没有遵守 我没有忠心 我没有继续选择 走主的路 还是我都 挣扎着 想放弃的时候 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我们去到主的面前 主啊 你给我把握这个机会 好像非拉铁非教 神已经为我们 打开了门 Amen 神为你打开了门 你已经预备了 你能不能看见 如果你还没看见 你这一刻祈祷 主啊 你开我的眼 让我看见 你已经为我打开了这些门 你告诉主 主啊 我相信你 你已经为我打开了这些门 叫我看到的 不是眼前的困难 那些问题 而是打开了门 Amen 打开了什么 天国的门 打开了什么 福音的门 Amen 这是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一起祈祷 Hallelujah 你开声和主说 主多谢你 主多谢你耕选我 多谢你鼓励我 多谢你借着非拉子非教会 你再一次肯定我们 虽然我们力量很微小 只有一点点 甚至乎自己 看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很软弱 很卑微 没有成就 没有财干 但是主在你眼中 主啊 你看的不是这些 你看的是我们的心 你看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回应你 你看的是我们有没有持守 你看的是我们有没有忍耐 你看的是我们有没有遵守 主啊 你来吧 你们跟我们讲话 跟我们的教会讲话 今天 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讲话 你开我们的眼睛 给我们看见的机会 你打开了门 你说没有人能够关的 主 让我们看得见 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 主啊 多谢赞给你 主 多谢你 让我们用这首歌回应主 Hallelujah 多谢赞给你